美国军事媒体透露 美国援助给乌克兰的M1坦克多数都被摧毁了 那么乌克兰的战场已经成为了坦克坟场 中国陆军还有必要保留那么多的坦克吗 大家好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未来战场上坦克的作用 那么最近美国的一家军事媒体这个军事观察杂志就透露 说近期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摧毁了一台美制的M1A1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那么根据俄军的统计 俄军至少已经摧毁了20台M1坦克 而美国一共支援给乌克兰的这种坦克只有31台 这种美军著名的主战坦克 曾经在这个海湾战争中是碾压了伊拉克的装甲机军 但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种坦克没有什么战绩反而是已经被大部分的摧毁了 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乌克兰战场就像是一个坦克熔炉 刚开战的时候各种俄军坦克飞炮塔的视频 就充斥在网络上 那么现在又轮到这个德国的鲍2和美国的M1 好像坦克呢已经完全适应不了现代战争了 各种地雷无人机反坦克导弹直升机轮番上阵 那么坦克几乎是一个路头就挨打的状态 那么对于乌克兰战损了如此多的美国坦克 美军那边似乎是一点都不着急 那么其实美军早就想到了 以乌克兰陆军半吊子的水平 给了他们这个M1坦克呢 八成也是用不好的 所以少给一点意思一下 让欧洲来当这个冤大头 多给一点报啊 那么结果是不出美国人所料啊 送来的这个西方坦克大部分都战损了 也没有帮乌克兰打下多少领土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 这场俄乌之间的地面战争 似乎已经证明了 坦克在未来的战场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么解放军装备几千辆坦克还有用吗 要不要退役的 其实我们说这个装甲部队战斗力的形成 不是啊 仅仅装备了几辆先进的坦克就可以了 他首先肯定是要有体系的 要有一个强大的炮兵掩护 空中要有直升机和无人机 地面要有扫雷车辆 以及有力的步兵来进行配合 那么放眼全球敢说自己的这个不坦协同做的很好的 且经过实战的也没有几个国家 就算是我们中国上次这个坦克部队参战 也要回顾到越战时期了 那么当时解放军的坦克虽然是战功不小 但是呢损失也是不少的 但是毕竟啊 这个解放军的陆军 现在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装甲力量 并且配备了这个配套的权域作战体系 我们现在装甲部队的完善程度 已经是基本上要追上美军了 我们都知道 美国有全球最强大的装甲部队 你见过美军裁掉这些部队吗 或者说换成是美军的这个重装部队去乌克兰 结果又会是怎样的 我国的装甲部队是花了我们不少的金钱和精力去建立的 不是说没用就没用的 在一个健全的协同作战体系之下 坦克能够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不是不成规模体系的独立作战坦克能够比拟的 而且我国同时拥有全球最强的步兵部队 以及无人机部队 那么作为中间力量的装甲部队 所产生的战斗力 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的 而且论起独立战斗能力 不管有没有坦克 你不如问问 全球有哪支陆军部队敢单挑中国陆军部队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那关于坦克的战斗力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